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是阳光沈南厨房 我是小盛 那我们今天要来做一道白生菌 炒白生菌 不知道大家对这个白生菌有没有什么概念 它就是一个菌类 那今天我们就是来炒一个不一样的白生菌 这个只有我们家乡才有这道菜 这道菜也不是每一家都会做的 这个是我经过我妈妈告诉我之后 得吃了这么一道菜 好 今天我们就要来做这道白生菌 炒白生菌 好的 接下来我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我们准备的食材 足料都有一些什么 好的 桌子上面就是今天我们所准备的食材和足料 首先就是白生菌 就是这样子的 就长在树木上的菌类 就这样子 已经清洗过不下十遍了 要清洗后面的 根上的沙才会清洗干净 不然的话你炒出来吃的时候 就容易有嚼到那个沙 好 再下来这个就是泰国香菜 已经切碎了 看到没有 这个是中文有点别口 它中文叫酸末叶鸟 酸末叶鸟 它是一个香菜的 就相当于烤鱼用的那些鱼心炒之类的 就那味道有点香 但是非常香 这个就是真香的 这个是泰国香叶 这个是酸末叶鸟 大家可以到不知道的话 可以到那个百度上去搜一下 可以搜出来这个植物 对的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香菜 那接下来就是佐料了 佐料有柠檬汁 柠檬汁 柠檬汁 再来就是姜末 辣椒末 蒜末 无辣不官 一定要有辣椒的 这道菜总之就是酸酸辣辣就对了 OK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好的 那话不多说 我们就直接开始做 中文字幕秀 我们就吃一些啥子 要不要 吃什么 是 嗯 很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的,那我们的这个炒白生菌已经完成了 那刚刚也给大家看过是什么样子 我不知道相机拍出来的效果怎么样 但是肉眼看着是非常有食欲的 而且闻着也是特别香 因为那个酸末叶鸟那个香菜在里面真的是太香了 把那个酸末叶鸟切完之后整个窝子都是它的味道 所以炒完之后更不用说了 还有真的是这道菜刚刚稍微尝一下 这道菜是非常下饭的一道菜 这个真的跟我妈妈说的是一样的 非常下饭 再给大家看一下 炒的时候蛮多的 但是炒完之后缩水了还变得小小的一盘 对的总体来说还不错 那接下来我们来尝一下味道是什么样子 感觉像炒肉一样 但其实它不是是我 它是菌 来酸酸辣辣 真的是一道开胃菜 来 来 哇 这个绝对开胃 辣度也刚刚好 而且这个白生菌炒的没有很老 就是还是有一定的脆脆度 口感特别 口感特别好 哇 这个真的是太开胃了 嗯 嗯 嗯 现在 现在迫不及来想吃饭 哇 觉得这道菜可以了 嗯 果然啊 喜欢吃白生菌的小伙伴们 可以去试下今天这样的做法 这个是我妈妈跟我讲的 这样这样的做法 真的是非常不错 非常的棒 非常开胃下饭 好的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作品的话 请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那我会坚持每天分享一道美食给大家 如果你还想看我更多的新作品的话 请记得订阅后一定要开启小铃铛 这样的话你才不会错过我每一期的分享视频 那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 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想法的话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那我们互相讨论 互相学习 好的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สวัสดีครับ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